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资春奉告》 今集我们邀请到民政总署的代表 许若宜小姐上来节目 许小姐 你好 你好 不少市民都会趁着圣诞节假期出去旅行 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 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市民如果外游期间 不小心进食不洁或不熟的食物 就可能会出现腹痛、腹射、呕吐等的症状 为了预防食物中毒的发生 外游的时候应该注意个人、食品和环境的卫生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经常保持双手的清洁 注意指饮用经煮沸的水或瓶装水 灌装或遵装饮品 或经过消毒的奶类製品 不要干顾在街边无牌的熟食摊饭 应该选择到环境热症的食肆或餐厅用膳 进食前 确保食物经过绝对煮熟后立即进食 而生冷的食品在进食前 是不需要加热处理的 因此 例如雪糕、沙律、鱼生 或已经切开的水果 就要特别留意储存条件和温度 另外大家都喜欢购买一些 当地美食作为手术回到澳门 当中有什么潜在的食安风险需要注意的呢? 过往曾经有本土市民 尽值着亲友外游带回来的生冷即食食品后 身体出现不适 甚至引发肠胃炎 这些食品通常是冰冷甜点、露水食品 含蛋及奶类成分的新鲜冷冻即食食品 由于这些食品本身含有蛋白质及有水分 比较容易变坏 所以不可以在5度至60度这个危险温度下 作长时间、远距离的运送 所以大家应该避免挑战这类食品作为手术 如果大家需要在外游的时候 购买食品作为手术 那民政总署、食品安全中心 有什么建议给市民呢? 大家如果在外游期间 购买了一些新鲜或冷藏的即食食品 需要千里少少 周居浓断地运送回澳门作为手术 即使用了保温袋或保温箱 其实都无法代替冷藏车及冷冻柜 而且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有很多 除了温度之外 时间或其他因素都不能忽略 因此不建议选购有关的食品作为手术 如果在外游期间选购了新鲜的即食食品 应该在购买之后尽快食用 切物在室温下存放超过2小时 并需要自小阅读食品包装上的标签 注意食用限期 对于食品的来源及安全性 全有怀疑 又或者食品異常的时候 就不应该购买 或立即停止食用 如果大家想召唤更多 本期节目内容的相关食安资讯 欢迎浏览食品安全资讯网 今天谢谢许小姐的讲解 节目时间到了 再会